金融議員 郭文貴 OK 我們謝謝那個 安林文貴教授的一個 提供所容介紹 那我幾下就針對 海洋科技政策綱領的 一個在海洋產業的話 發展跟利用這個部分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我們知道從蔡總統上任以後 他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政策就是 國家海洋國家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他成立了海洋的委會 所以在107年的4月28號 那個蔡總統那個成立在海洋委員會成立的那一天 就對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海洋方向的一個主事 就是健全海洋的法制 做好生態保育 來推動海洋產業強化海洋的人產 那接下來我們賴清德副總統 在訪問那個海洋大學的時候 他還提出了認識海洋 清淨海洋 藤西海洋 善用海洋 讓台灣因海洋而偶大 在最近就去年開始 我們那個蘇智昌院長 就除了向山致敬以外 他也提出了一個向海致敬 希望我們能夠善用海洋 培養國力 以競爭力 讓我們支海 進海 還有進海這樣的一個目標 從這樣的一個我們的國家的三巨頭的那個 對海洋的重視裡面 我們就可以彰顯出來 台灣近年來對海洋發展的一個重視 所以在整個台灣 在我們的行政的三所長上面的一個 指導之下 我們台灣的政策 應該在海洋政策 好像剛掉下來 108年的4月24號 那個國家海洋救援的成立 在國家海洋救援成立之前 國家海洋救援就受了一個任務 就是推動海洋基本法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教 好幾位教授的這個處處之下 我們很快的提出了海洋基本法 在海洋基本法裡面 就設定了一個海洋 因海洋基本法 必須要去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要設立 國家海洋政策的白皮書 所以白皮書在 那個 2020年的6月就發布了 這個國家海洋政策的白皮書 在白皮書裡面 又告訴我們說 在海洋科技上面必須要有一個 執行的方法 就是執行的綱領 所以我們在 2020年的11月 就國家海洋就開始推動 海洋科技的政策綱 在這個海洋政策綱是怎麼推動呢 因為我們就是從 政策的導引裡面 就是說所謂 政策導引上面 我們是 鏈集 海洋 跟 國家 新興的發展 一個政策 在接下來 在整個政策的推動上面的 預算怎麼處理啊 那我們是作為一個 海洋 研究跟 敬畏的 依據 再來就是這個 政策綱領 我們是希望它是一個海洋國家 就是 讓人民感到 因為海洋 感到幸福的國家 在實踐海洋思維的一個海洋國家的 願景 的之下 來 來推動 這樣的一個 國家政策綱領 在推動這個海洋政策綱領的推動之下 當然 我們就是要尋求 我們的 各界的人士 對我們的 那個整個海洋綱領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們 那個一對 廣談 諮詢 專家協責 大概有87個人士 就是說 在台灣的 有87個 各 各界的 各領域上面的 專家協責 來跟我們討論 如何去 訂定這個 整個海洋政策綱 在整個推動小組的工作會 最少開過30場 以上的 那個海洋工作的小組的會議 那我們也做過 五場策略的一個 共識會 包括北中南東 五場的那個 策略的會議 共有105位的人士 來參加這樣的一個 一個會議 在這整個會議當中裡面 我們也收整了 172項 產官協演的一個建議 所以在這個建議之下 我們定調了 三大推動的一個方向 還有九大推動的策略 成立了一個 33項行動的一個 方案 在這個 這個 這個政策綱領的 出來的一個藍圖裡面 我們 首先我們也是 去呼應 扣合這個 整個聯合國的 10年的海洋 科技綱領 科技的一個 推動政策裡面 那這樣 從這個 聯合國的10年的 那個 海洋的這個 我們就發現說 那個 必須要 把那個 科技 加進來 所以我們 所定的目標 就以智慧海洋 唯有我們的 目標 在整個目標之下 我們希望提出了 三個願景 包括 提升我們這個海洋 研究的能量 就是把台灣的海 研究能量來提升 來促進這個 海洋的永續的發展 那當然要實現 我們整個 亞太的 一個海洋 強勃的 一個 一個 願景 就是說希望 國家變成一個 真正的海洋國家 我們是 希望是一個 海洋的一個 強勃 在這樣的之下 我們在因應 整個氣候變遷 的一個 調適上面 那我們定定了三個 核心的一個價值 就是核心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 基礎的環境的一個 整備 再來就是 國家安全的 確保還有 海洋永續的 一個發展 這三個 核心的意義之下 當然 我們從 幾個層面來看 就是我們從 經濟 經濟面來看 就是 推動海洋 產業的發展 還有 從政治面上來看的話 我們是強化海洋 科技的一個 治理 從社會面來看 我們是落實整個海洋 生態的 一個人文 也就是說 我們在 每一個 一個 核心底下 我們都涵蓋了 三個層面 又是經濟政治跟 社會的層面 所以我們 從這樣的話 就把這個整個 架構變成 三 三 三成三的一個 居正 就是九公格的一個方式 來把我們的政策 提出來 就是說 我們在 基礎的 一個 環境 準備之下 在經濟面 我們是希望促進海洋 資訊的共享 來完善整個海洋 法規的一個限制 在政治面上 我們希望盤點海洋 科技的缺口 建制研究 基礎的一個 設備 設施 在社會 在社會面 我們希望 健全 海洋的環境調查 切保海洋資源的 永續 在 國家安全 切保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是鼓勵 海洋 科技的一個創新 推動海洋 資源的一個 應用 還有 那個 落實整個海洋 科技的 執法 建構國土 保護的一個 體系 還有整個 實現 海洋 環境的一個 保護 在 強化我們整個 海洋 體系的一個 任性 在整個海洋 永續的這個 部分裡面 在 在 經濟面上面 我們是希望能夠 深化與海 共生的一個 策略 營造 產業發展的 環境 在 在 政治面上面 我們是運用 新興的海洋 科技實現 多元的 調和發展 在 社會上面 是雜根 全民的 海洋 交易 提升的 一個 國家 意識 當然 我們可以從整個 推動海洋 產業發展來看 在整個 三個 上面 都有不同的 方向來看 所以這是 交叉 部長的一個 一個 一個結構 也就是說 最後我們提出 這樣九項的 一個 策略的方向 所以這個策略方向 怎麼去執行 在海洋科技上面 如果能去利用 大概會包括 很多的一個 產業的科技的 這個部分 當然 第一個就是我們 發展先進的材料 奈米的科技 還有生物的科技 還有水下工程的技術 還有感測器跟影像 還有衛星科技 大數據的分析 策略 策略室的一個環境系統 當然就這個必要建構在整個的基礎建設的一個資源 如下來做 這是我們 整個策略崗嶺的一個藍圖 在這個藍圖裡面 我們大概就很容易的發現是說 我們廣納的 海洋的九大的研究領域 海洋的那個 研究的九個 九大方向的研究領域 包括氣候的變遷 還有生態的永續 海洋法證跟交易 跟海洋地質 海洋產業 觀測的技術 海洋工程資料部 跟研究船 這九大的研究領域 這個九大研究領域 我們當然會聚焦在 會聚焦在 整個 產業上面來發展 但是海洋發展到我們也是聚焦在 九大重點的一個產業 包括 漁業 還有水產品 還有船舶 海運 海事工程 海洋能源 海洋科技 海洋環保 跟 海洋修氣 這九大的產業方向 就是我們 未來的海洋新興的那個 海洋產業發展的這個部分 接下來 這些 研究的領域 發展的重點的科技 讓我們練習得到我們現在的 國家的一個海洋政策是什麼 就是包括我們現在的 目前的 國建國造 國建國造這個部分 它再來是 綠電跟 再生的能源 還有世衛國家 前瞻基礎建設 還有 淨雨 還探訪的 幾個 目前的新興的發展的政策 近期的發展政策 當然這個 我們剛剛所 所談的這個 政策綱裡面 是扣合整個 聯合國的10年的海洋 有序發展這個目標 也就是我們 希望我們這個 政策綱裡面能夠達到 聯合國10年的那個 有序發展的目標包括 乾淨的海洋 海洋有序的一個目標 這個跟我們的 鋼鋼 是扣合在一起 也就是我們鋼鋼 基本上 不是 發漏到 整個10年的 發展的方向 所以在這個整個 海洋科技的研究的 展望跟推動方向 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希望 能夠 第一個能夠達到 是 立體的海洋 也就是 我們從 海平面到 吹吹面 搭乘我們的 視野 還有多維俄的跟多面向的一個理解 來應用海洋 那我們也希望 是一個 大家一起合作的 合作 也就是建構整個 產官協研海洋科技的願景 讓我們跳脫 單一的面向 增進 那個 一級的 經費的 大家一起來 來合作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模式 就是說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 來做這個 海洋科技的一個發展 也就是 能夠 發展到整個海洋科技 剛擰的這個 裡面的規定 的那個 要求目標上面 大家一起 從這幾個方向 裡面來 弄力來去做 再來就是我們 希望它是一個 立體的發展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 結合新興的科技 建構整個 海洋科影跟 產業的鏈景 來逐步 創造 幸福海洋的一個 國家 所以 希望我們從 立體海洋 立體合作 立體發展 多方向的一個 追蹤方式來做 希望在這個 也在提出這個 政策綱領以後 並非是 整個政策綱領 並非是 國家海洋 在推動的一個政策 是希望 在台灣的海洋 在海洋工程的這個 海洋的這個 發展的這個 部分的海洋科技發展 這個部分裡面 大家一起 攜手合作 大家一起攜手合作 來推 推動這個部分 並非是 國家海洋 政策綱領 是國家的政策綱 所以我們希望海洋共同的一個 旅程飛 希望是 共好 來個立他 那我們 那個 邀請共同合作 來參與 來實現 整個海洋國家的一個 願景 整個海洋國家的一個願景 所以 希望是 大家攜手打造 因海洋 而感到幸福的國家 海洋國家 台灣要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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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